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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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A1解困 今天都是鞋鞋聲 因為內地更改兩鞋政策 一鞋政策放棄後不是任生不生氣 三鞋都是不行的 所以都是兩鞋的 《文匯報》當然不會只講兩鞋政策 講保障實現全面小康 生兩名都是小康的一部分 主力都是 你看整個影像 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來的 雖然五中全會在講保持中高速增長 其實今天也有不少人說 維持6.5%多的百分比增長 其實可以去到2020年比2010年 用內地的說法就是居民收入翻一翻 升了一倍 人口政策有講到講澳 我覺得重要的是把幾樣東西加起來 十年前和十年後 內地居民收入升一倍 升多一名 廣澳政策繼續希望在中高速增長之下 支持你的發展經濟 內地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主力就是高水位的搞金融 低水位的搞旅遊 如果又給你升多名 奶粉 又增長 都是奶粉成 尿片成 多次是 因為2017年是高峰期 計算到時間出來 人口會突然多了很多 老實說 五中全會 昨天開完會 可能當晚大家就打算生孩子了 是不是 你想想 當昨晚準備生孩子 11月 10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是呀 明年暑假 7月 8月倒是來的 所以香港都要想想 明年暑假要開的 警構不成 所以不是只當一個政策這樣看 這個真的影響到香港 沒有兩手準備的話 人們殺到下來 然後大家又衝突 又搞了很多矛盾 我覺得索性不如不要再叫邊境扣物成 就叫BBK 甚麼是BBK BNG BABY KINGDOM 邊境 BABY KINGDOM 我們說BB KINGDOM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是BB KINGDOM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都是 直接說你把嬰兒帶進去 反正都是 因為父母很簡單 如果越近的話 他可以掃到貨 拿回去用 他不需要來香港走的 基本上 你不要來逼 真是陰哥 你來逼 坦白說 你自己也辛苦的 其實很多拖機人覺得在旺角走 當然辛苦 我們當然覺得辛苦 我們當然覺得辛苦 你隨時會走走過來 但其實他經常都走走窮 走走走窮 他都覺得他打算快速貨 其實他都不行 所以 所以要快點搞吧 麻煩你快點搞吧 另外一件事,今天開來478 478? 對,478 730講478 電話號碼,大家放心 現在暫時說不會加到九個位、十個位 很難記的 其實人一般記七個字 不過現在大家依賴手機 7號很多時候是召機 現在就放回478 當然有些號碼會重新用過 有些沒人用的 我的手機電話號碼,舊的那一部都被人收了 如果那些很久沒有找我的朋友 應該完全找不到我 因為入了電台後又換了另一個手機電話號碼 四七不吉利,八字當炒 最近澳門也有個賭場用過八字 做了一個八字的摩天輪在酒店裡 說吧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做一些特意不吉利的 有個好處 你可以快點出到號碼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也是 其實 四字頭那些 四四四 沒有人喜歡 是的 但我個人可能喜歡 是 七字 我覺得以前一向都有七字頭號碼 是不是 所以又 好過靜下來 沒有人用的 我想 其實電話號碼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隨著現在 連landline都越來越少人用 地線越來越少人用 再加上 你想想說場合電話 現在不少人 已經不是用分鐘 直接用 譬如 WhatsApp打場合電話 其實全部會直接用數據 這些間接 都是令到你多幾部手機電話的主要原因 作為一個解困答案我覺得 四七八沒有問題 是不是 即是 既然四五沒有什麼人用 如果你真的很趕著出電話號碼 那你就多數用四字 有些江湖的朋友 不是黑社會 看相的朋友 這件新聞對他們很開心 為什麼呢 有八字放開出來 他說原來現在放開很多人 是夾你的人格 性格 出生日期 就是夾你的電話號碼 去做這些生意 所以這些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可以賺錢的機會 說到人格的事情 走CMS 深圳檢獲四億多 有沒有搞錯 香港作為中轉站 國內切換市 原來真的不只是走奶粉和料鏈 所以這件事都 破了案就好了 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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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答案 知道原來香港都 在這件事內地的一個 罪案的轉運站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回到寧團廢的討論 其實寧團廢不是一個 旅遊業監管的問題 因為很多報名在內地是源頭 香港是給他的錢 所以這是一個跨警騙案 你用跨警騙案的方法 打擊寧團廢才有用 具體可以怎樣做呢 我覺得是增派警力 你在寧團廢那些 被人感覺是落閘放狗的店 多些警察巡邁 或者整個監補可以被人簽補 不是 發生甚麼爭執 警察都在現場 掃去牆 你當他是罪犯 這樣處理 就不會那麼瘋 如果又全打腳踢 搞出人命 就糟糕了 說到去旅行 今天還有一宗情報 平時搞很多 其實今天這個 我覺得他沒有答案 這個 三成青年 隨時不做 去旅行 去旅行 他解了一個名字 這個就叫做MS 他叫做for me for me 族 for me 族 對 只是為自己 搞自我 總之先玩了 這個就 好笑 他那裏都有 但他不敢寫smart tips 他說辭職去旅行 不要太頻繁 不要經常辭職 經常去旅行 我覺得這個挺搞笑 不過不只是這一代人 我相信 早上幾代的人 你年輕 大家都會想到做甚麼 沒有那麼多顧慮 所以我覺得 不只是年代的年輕人 好 祝大家 Halloway 保平安 玩得開心 玩得開心 玩得安全 另外亦有一個消息 跟大家公佈 由於 下星期一 本台 言論自由行 就要做 系統性評估 不過就不是教育界的 系統性評估 我們不用操 我們不用操 但我們就要幫我們 所有的伺服器 更新 做維修 所以星期一 我們暫停一天 星期二 一切回復正常 連這個英文節目 Angiel Works 都會來 安德烈 獲家先生 也要星期二 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星期二 都會離開 都會離開 星期三